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累计交易额66.9亿元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一起在长春会见集商联合会主席 深商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海邦集团董事长张思敏率领的集商合作考察团一行 景俊海指出 多年来广大集商心系丧子投资家乡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政策配套 体制配套 机制配套 市场主体配套 着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努力打造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希望广大集商企业聚焦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产业基金 汽车金融服务等新产品 新业态 新模式 进一步做墙 做精 肉牛生产加工全产业链 培育壮大 智能制造 医药健康 新能源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 助力吉林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 张思敏等考察团成员表示 一定发挥技术 资本 人力等优势 拓展在吉林合作领域和规模 进一步扩大投资 优化布局 开发项目 深耕市场 努力为家乡振兴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伟 王子莲 安贵武参加会见 7月16号至17号 吉林省食药用郡产业发展大会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 大会以小木耳大产业为主题 组织参观考察生产基地 开展产业高峰论坛 召开现场大会 交流生产经验 经营模式 科研成果和创新典型 同时安排部署全省十四五期间 食药用郡产业重点工作 重点对黑木耳 三黄 灵芝等优势特色 食药用郡产业提出具体措施意见 目前我省有16个黑木耳绿色生产基地 被评选为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区域 公用品牌产品生产基地 截至去年底 吉林省黑木耳产量 稳定在28亿代以上规模 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种植规模位列全国第二位 连日来 我省持续掀起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其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高潮 大家表示 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就是要用踏实的工作 更好的服务于人民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大家表示 要坚持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 紧密联系自身实际 学生悟透 笃信攻刑 未来要坚决抗稳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切实保护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作为一名黑土地保护技术工作人员 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保护好工具中的大熊猫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技术上有突破 更好的推动 我想黑土地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来自国家税务总局 白山市税务局法治科的滕蒙利 刚刚获得第九届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 回到白山后 他第一时间在工作岗位上 向同事们宣讲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14亿人口 这个基数相当相当大的 能够彻底解决这个绝对贫困问题 并且建成了这个小康社会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感到这个骄傲和自豪 我们市税务局 一定会将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 精心组织专题学习 专题研讨 分成分类 推进全市税务系统党员干部 学习全覆盖 并注重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纳税人 缴费人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时代开模 最美奋斗者金春谢 从北京参加庆祝大会 回到汪金后 第一时间向全县各级官公委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并与大家分享了 现场聆听讲话的感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其讲话里头指出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为其人 增强做中国人的 子气 骨气 底气 根据总书记的要求 今后我将组织和引导青少年 坚定不易 听党话 指质不易 更当早 传承红色基因 耿絮红色血脉 为培养得知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青团松原市委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集清关爱行动 千校万岗就业服务 组织青年进行主题团队日活动 引导全市广大青年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我们建议学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讲话精神为重点 倾听青年意见诉求 帮助青年解决实际困难 将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准备成为干事创业的实践行动 连日来 我省各地各部门 积极拓宽渠道 灵活创新方式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吉林艺术学院充分发挥 艺术院校的专业优势 以艺术家思政形式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教育相融合 把思政课程融入舞台创作 先后举办了音乐中的党史系列音乐会 戏曲中的党史汇报演出 京剧中的党史现代京剧杜鹃山专场演出 和歌剧中的党史大型民族歌剧 遗蒙山 汇报演出等活动 通过音乐 美术 戏剧 戏曲 年党史篇和廉政文化篇两大部分 共设置54个板块 有效拓展了学习平台 扩充了学习内容 延伸了教育触角 不仅教育了党员干部 更多的是引导居民群众 知党恩 听党话跟党总 日前 长领县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了听老兵讲革命故事 汲取红色营养活动 消防官兵们来到91岁老兵 庞德喜家中听老人讲战争故事 感悟崇高的革命精神 庞德喜于1949年2月入伍 历经湖北厄西战役 解放重庆战役等 柳河县驻建局组织开展了 追寻红色记忆传承抗联精神主题活动 80多名党员干部 先后走进柳河县党史馆 头盗盒子抗联遗址 凉水盒子抗联纪念馆 通过现场教学 展馆解说等方式 详细了解抗联历史 大家表示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锤炼了党性 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使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 以后在工作中全力以赴抓推荐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吉林南部 赫达高速 吉通高速 好似盘旋的长龙 与郁郁葱葱的山林融为一体 畅通了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程的渠道 逐利沿途的休闲旅游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温润的海洋气流沿鸭路江河谷北上 滋养着位于吉林省南部的小城吉安 巴山溢水半分田的特殊地貌 让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 还有众多名胜古迹吸引了大量游人 这两天游客徐薇时隔5年 再次来到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而他这一次的旅行体验 与5年前大不相同 那时候路途比较遥远 因为从地图上看 直线距离可能也就是几十公里的路程 我们走了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现在高速通车了一个小时 从通话就到了吉安国 沿途的风景确实是非常不错 我觉得都非常好 非常值得再来一次的地方 做一个深度的旅游 2019年9月 吉安至通话高速公路通车 有了高速公路 小城吉安变化很快 前不久 这里刚刚获评 2021中国最美乡村百家县市 凝结这浓浓相丰相运的乡村美食 让城里游客从心动到行动 为了回应游客对于当地特色美食 吉安火盆的热爱 还特意打造了一条火盆特色餐饮街 通过高速公路自驾前来的游客 在这里吃得好 玩得好 来了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 吉林高速公路解决了吉安 这个区位不优 这个交通的不畅的窘境 对于那个地方经济发展 确实有个极大的促进作用 高速公路的建成 极大的满足了游客 快进漫游的这种旅游需求 比如说我们太王镇前文淳 趁势而上打造它这个果树品牌 徒步游 骑行游 自驾游 带动了老百姓的这个增收支付 吉林省森林覆盖率高达45% 不仅山好 水好 风光好 果树 林特已经成为吉林十大农业产业集群 穿越山谷的高速公路 让深山里的特产变成金山银山 2016年10月末 鹤岗至大连高速公路吉林断通车 途经敦化 釜松 静宇 江源 通化等县市区 眼下 静宇正在打造长白山下蓝眉第一镇 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主产区 东北中药材集散地 敦化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肖下避暑名城 正在推进特色旅游目的地和国家休闲区建设 燕明湖休闲度假 韩松岭枫叶观光 老白山影视基地等一个个全域旅游新名片 正在带动现代生态农业和农副产业加工 餐饮酒店等行业联动发展 苏有中国人神之乡美誉的府松县 已由原来的原材料提供者 逐步成长为精神加工制造者 从种植环节的免疫肉炕技术 土壤养护技术 农药无残留技术 再到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基地认证 福松县逐步做实了三个世界之最 人参产销量全球最大 人参生物学特征全球最佳 拥有全球最大 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人参交易市场 曼良长白山人参市场 2020年 福松人参被列出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高速通了以后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 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 福松人参品牌估值在206.12亿 有药品 食品 化妆品 保健品等五大类 五百余种产品 吉林市以现代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让传统制造业在转型中提制增效 随着钢铁市场回暖 吉林建龙钢铁公司进入产销旺季 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 成本控制就尤为重要 才起初容量 每天上班头一件事 就是在电脑前了解前一天 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 经过对比分析 再反推到各个工序 从而控制生产节奏 优化机器运营 实现生产端的投入产出比最大化 早晨六点就会知道前一天成本 我们会采用这种短信推送的方式 把一些实际成本跟计划成本的差异 反馈到各个工序的负责人去 这么做分析之后 会使我们一些管理指标的不断促进 生产环节全监控 数据全采集 过程全自动 信息全共享的数字化改造升级 让企业实现了生产成本日管控 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智能化系统 吉林建龙集团 还实现了销售 生产 仓储 物流 财务各环节的高效对接 这里是吉林建龙杜新生产线 300米长的生产线上只有不到10个工人 通过数字化升级改造 大大减少人工提高了生产效率 自动覆盖率的话是达到全覆盖 一共是516套的一级系统 二级的自动化系统是28套 为整个生产的操作的精准控制 以及数据的自动采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字技术赋能让传统产业实现了 从聚集发展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 今年3月 隶属于吉林化仙集团的 集盟公司MES生产系统全面上线运行 该系统具备生产调度 产品跟踪 信息反馈等功能 各环节数据信息直接链接到统一的数据库 生产 质检 工艺 物流等人员 可以在电脑上随时了解车间生产信息 实现闭环管理 建设智能化工厂 实现智能制造 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 生产稳定性和产品质量 上半年 公司实现产量61,699吨 同比增加7,672吨 开启十四五新征程 吉林市全力抓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深入推进结构调整 吉林金鸿汽车的汽车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吉林万峰轮毂的新能源汽车轮毂单元 智慧工厂建设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 先后获评国家级省级示范项目 今年 吉林市还大力支持建龙钢铁 东电开源等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深入开展与华为 浪潮 神州数码 科大训飞等领军企业战略合作 加快中国北方农业数据中心 吉林数据湖产业园建设 有效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今年一至五月 吉林市规模工业产值完成725.6亿元 同比增长40.3% 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123.3亿元 同比增长26.6% 14.5期间 我们将着力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 引导有基础 有条件的企业 实施智能生产单元 智能生产线 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等智能制造项目 培育国家级智能制造 数字化工厂 长白朝鲜族自治线围绕良好生态 发展全域旅游 打造了一批有特点 多节点 差异化的旅游项目 形成沿江沿路 四季皆宜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游客纷至踏来 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也不断提升 盛夏时节 走在长白县城 鸭绿江畔的木栈道上 随处可见休闲纳粮 观水赏景的市民和游客 韩金顺二十多年前离开长白到天津打工 去年九月才回到家乡 这一回来就再也不想走了 一条十余公里长的鸭绿江景观带穿起了大家的幸福和欢乐 当地为满足群众实际需求 融合历史 民族 边境等多种特色元素 逐步打造了这条环线景观带 在漫行步道上一路行来 十步一景 百步一圆 让人近向最美景色 向东前行 不远处就到了马路沟镇果园朝鲜族民宿村 一进村 一排排特色民宿格外显眼 村民李明兰家做了十多年民宿 自家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以前没搞这个民宿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什么其他收入 最终有了这个民宿呢 我们也有了收入 对我们的平常生活来说呢 有很多帮助 像我们村生活都比较富佐 因为多余的民居我们都用来发展民宿 截止目前我们果园村的民宿涵盖量已经达到了五十余个 能够宰客是五百余人 五一黄金周 十一黄金周这些都能宰客量达到三万余人吧 除了民宿 果园村还逐步完善了休闲度假 观展购物 餐饮娱乐 民俗体验等综合功能 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游的头牌景区 环境特别不错 是植卑啊什么的 有是卫生啊 各方面都挺好的 景色特别漂亮 待会玩得都特别开心 顺着笔直的大道 以县城为中心景区 口岸国门 塔山公园 金华乡睡美人 望天鹅等景点串珠成列 实现入城及入景 人在景中行 到夜晚 当地大力打造的量化工程同样吸引人的眼球 徜徉在大街小巷 灯火辉煌 色彩斑斓 给人别样的旅游享受 形成了处处有景 时时看景的良好格局 全域旅游战略的实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 把我们长白比较优势的文化旅游资源 和地域优势 边境优势 区位优势都集中展示了 另外 旅游基础设施的打造 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县城新貌 能够让游客和百姓幸福感满意度 也是包括自豪感 都是蒸蒸日上的 7月18号 为期10天的第18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 落下帷幕 展会累计销售车辆33482台 累计交易额66.9亿元 主会场会展中心入场人数37.5万人次 分会场入场人数8.9万人次 线上展厅观众超千万人次 本届七博会期间 长春市的公共交通 宾馆酒店入住率 周边餐饮企业营业收入 休闲产业客流量和营业额 重点文化旅游景区游客数量都较平时有明显增长 所有的汽车厂商在展会期间 拿出了大比例的优惠政策 起到了对长春市经济的一个拉动 也振奋了人心 情细最可爱的人寻访老兵足迹 今天来认识92岁的张世发 他参加过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还曾入朝作战 多次受到嘉奖 最让他骄傲的是曾经用机枪击落敌机的应用时机 张世发出生在辉南县杏领乡四河村 幼年时父母相继辞世 被叔叔沈娘抚养长大 张世发小小年纪就参军入伍 战友们总笑他没有枪高 别看年纪小 张世发的心气可不小 四平战役中担任吕布斯号员的张世发 配合侦察排长 一缩子弹击落了一架 由美国人驾驶的国民岛飞机 他说 小张 那时候水度不太大 你给我当助手 我给他当助手 把他底下两爪 他又瞄准 头一枪就给他打 就落下来了 辽神战役时 张世发曾在府顺 辽阳 长春 四平 郊河等地 参加过无数次战斗 颈部曾经重担受伤 1950年 他随部队入朝作战 担任护士长 在火线上拯救了很多战友的生命 1952年复言后 张世发在临江县担任护林警察 在偏远高寒的林区里 守护着国家的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 把一颗炙热的心融入林海 老人一声奉献 这一切都源于对党 对国家 对人民的热爱 那我衷心地感谢党 没有党也没有我 我小啊 我上哪去 共产党 那像太阳 照到哪里 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 哪里人民才能解放 我能不想吗 能不爱吗 7月18号 敦化市举办第三届企业佳节 来自当地医药健康 林木制品 食品加工 机械制造 能源矿产等行业的 近百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作为全省绿色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 敦化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将在税收政策项目扶持等方面 再为企业兑现奖补资金2亿元 企业佳节期间还将举行企业发展论坛等活动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7月17号 林志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节目的最后 我们走进通化市东北抗连老领抗日根据地 探寻抗连足迹感悟红色精神 东北抗日联军一路军老领抗日根据地 位于通化市东昌区金长镇白积峰国家森林公园内 是杨靖宇将军率部革命和战斗过的地方 这里拥有老领抗日根据地 抗连权 少年铁血营 将军术等多处红色遗址 已成为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的 抗连文化教训阵地之一